曾经跳舞是理想 现实经营各种挑战困难 现在哪里不会看哪期 让儿子成为富二代 So easy 看了Skytalk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跳舞了 想成为体面生活的智慧舞者 Follow me 发出自己的声音 表达我们的观点 给你不一样的思考 欢迎来到Skytalk 我是Sky 大家好 那么之前我们大部队群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会有很多的成员跟朋友 都会提到专修的问题 提了蛮多次的 那么在工作室专修 其实我有一些自己的这些想法 所以今天就愉快地决定 跟大家来聊聊舞蹈工作室专修的那些事儿吧 那么好 那舞蹈工作室专修的话 那第一点是什么呢 猜一猜 定位 定位 还是定位 为什么定位会是那么的重要呢 因为只有定位准确了 那么你所有做事情的判断 才有了一个依据 不然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会比较尴尬 那么比如说 你的定位 客户可能是土豪 但是你把工作室 开在菜市场旁边 然后专修的风格 就是洗剪吹的风格 那么肯定有问题 比如说你定位就是屌丝青年 那么你把它开在商场 然后玩了土豪精的这种风格 那肯定给你的用户也是对不上 他们也不会过来 所以这个的话还是要定位 那在定位的话 你可以定位自己的目标人群 包括你可能工作室要 要开设的这种价格的这种胆次跟层次 要去做好前期的这个定位 好 那第二点 第二点的话 你可以去分一下自己的这个等级或层级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种豪华中等或者是普通 像这种豪华的话 一般的话 我们如果说要做这种旗舰店 或者是这种二三线城市的单店 因为旗舰店你首先一定要豪华 因为你这个是门面 是样板 那像一些二三线的这种城市 因为他们的城市规划不是特别大 所以一般只要你有单店其实就能覆盖到这个城市的大部分 所以你肯定也是要做单店做大的这种格局 那么好 那么中等 中等的话就是像我们差不多三四线城市的这种单店 或者是我们这种连锁店的这种分店 那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中等的这个标准去做 那还有就是普通 普通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四线城市或者是一些城镇 那么还有我们的大学生的这种学生的这种店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普通的等级来去做专修 因为它收入都不会说特别高 那好 那我们分完自己的这个等级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定位一下我们自己的风格 风格的话 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单独的做hiphop风格 那可能就是纯的这种underground 那他可能就是针对于专业舞者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那现在还会有人会走这种潮流路线 潮流风格 那可能就是定位目标 就是一些潮流男女会过来的这种店 那还有一些店可能会定位于休闲的这种风格 把它变成普通的这种人群 除了上课之外也是一个休闲的这种地方 然后还有的话可能就会定位于一些童真可爱的 就针对于我们少儿跟幼儿的这些用户 会这么去定位大概这几个风格 那么也可以就是有一些照片 然后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参考 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好 那我们专修流程的话 首先那我们肯定会把自己的风格做定位 然后做好我们的预算 我们到底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 分成什么等级去专修 也要去把它确定 好 确定完这些之后 我们就可以找专修公司 然后就是让他们出设计 设计确定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施工 施工完我们就可以去做验收 然后最后最重要一点 一定要去做这种甲犬的这种处理 因为普通的甲犬 说实话你如果说关散位的话 是比较难散得掉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大家我觉得这一道程序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好 那我再跟大家聊聊专修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 现在可能就第一点 现在国内大部分的这种舞蹈工作室 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地方 看过蛮多的工作室 有一些确实专修的都是非常豪华 然后也都是非常的好 但是缺点在哪呢 缺点是在没有统一的风格 没有自己特色的地方 然后根本记不住 要么就全部都是那种现代风格的 然后要么就是全部是涂鸦的这种风格 就是你没有完全没有自己的这种特点 根本就记不住 我可能看我奥觉得是挺好的 但是又觉得缺了点什么 这个现在是我们业内大部分工作室专修 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这点大家应该多去注意跟思考一下 好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门头 门头那其实就是重中之重了 对不对 你首先人家没有进来的话 那肯定是看门头嘛 那所以一定是要醒目 然后玩乐一定是要非常的清晰 让人家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吸引人家过来 主动吸引人家过来 有什么好玩的或者不一样的点 能让人家吸引过来 好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格局 那么格局的话 一定要有大的排练厅 如果说空间的空间足够的情况下 那要有小排练厅 因为你私教可以上大排练厅的话 大客包括你排练都可以用得上 就之前我也看到有一家工作室 它可能也就差不多200平 它就两间一样大小的排练厅 但实际用起来就是大 大的用不了 然后用小的人数少的时候又浪费 其实是特别不好 所以这个要去注意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休息区 休息区非常的重要 之前可能大家都会忽略到这一点 排练厅我们要好 怎么怎么样 但是休息区有一些根本就没有 或者都是非常的简易 我建议大家在休息区可以多花一点精力在这个上面 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因为他在休息的时候 还有家长在休息的时候 这个中间其实有蛮多事情可以去做 后边可以跟大家聊 那么如果说还有就是 第四点就是小孩 小孩的话之前有聊过一定要安全 你所有的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好玩 因为很多小孩他过来的时候 他排练厅我们就做的特别珍规化 他感觉其实是会有距离感 让小孩会有点抵触 所以你做一些好玩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玩具或其他之类的 那家长带他过来 他第一印象 他没有开始上课 他就会对这个环境 他比较能够接近跟接受 所以这点也是蛮重要的 那第五点就是储物 一定要有空间可理的情况下 一定要有一些储物间 因为我们的风格就是乱七八糟 很多东西这些都会有 看上去不整洁 我觉得干净跟整洁 这是最基础的 哪怕你装修其他的 花不了太多的这种费用啊干嘛 但是干净整洁是基础的部分 那么第六个 第六个就是地板 跳舞嘛 地板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也是非常的尊重地板 像我们之前开会的时候 都是在地上去开会 因为对跳舞的人 对地板其实是有特殊的感情的 所以在预算可以的情况下 可以多花点钱 卖好一点的地板 那同时其实也可以能用的更长的时间 好 说完地板之后就是镜子 对镜子也是舞者会比较关注的这个地方 因为你看着自己舒不舒服 然后完了包括学生也是一样 老师都是一样 如果说你有好的镜子 你看着非常舒服 那你可能心情会更加愉悦 你整个上课的质量也会 也会好一点 所以镜子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咨询区 咨询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之前可能我们 也没有没有单独的销售 或者是没有单独的咨询 就是在前台啊这种 但是你在咨询的时候 其实是按照正常的这个工作流程来讲的话 一定要有单独咨询的这种区域 在避免其他的人的这些干扰下 你可以非常安静 稳定的跟他去做这些介绍 我觉得咨询区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还有一点最后一点 就是一定要有让会员可以自拍的地方 让他们可以主动去炫耀 我在这一个逼个非常高的这种地方 然后一定要有自拍的地方 一定要有你们的logo 这一点可能在以后的话 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在规划的时候 可以把这一点也都加上 好上边是大概说的 专修注意的一些地方吧 然后我自己个人其实比较喜欢的风格的话 可能就是练工房的话 一定是要明亮舒适 墙一定要耐脏 因为刚开始很多时候 我们会弄白墙啊 或弄那些一些其他的这种材质 但是时间一长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好看 所以的话一定要找一些材质啊 或者是颜色能够比较耐脏的 让你长时间还是看上去是会非常干净的 然后同时地板尽量是用那种圆木色的呀 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会非常的明亮 灯光这一块做好的话 然后休息区 休息区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越到后边我感觉也是会越来越重要 你一定要让他可以有个交朋友的空间 一个聊天的地方 那同时有些人他可喜欢单独休息 包括小孩家长 也可以有这样的地方 因为只有你这个地方让人家能待得住了 你这个用户的年度才会越来越的越强 我个人更倾向于其实像咖啡馆的这种 你舞蹈工作室也好这种感觉 你其实是不像舞蹈工作室了 但是你有这样的功能 你可以把其他的东西去做一些整合的话 可能会出来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偏好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 我们下周四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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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